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将于10月12号在河北省石家庄举行 11号一早便有来自境内外的百余名嘉宾陆续抵达 这其中不仅有参加了十届论坛的老熟人 也有首次前来的新面孔 他们都对本次论坛充满期待 从第一届到第十届我全程参加了 这个论坛就像一个大家庭 全球的华文媒体的同仁们 在这边大家汇集在一起 可以交流 可以探讨 很多人的专家的报告非常好 我们平时听不到 也就到论坛这边来才能听到 那么这些信息对于我们今后从事 这个华媒工作呢 我觉得具有一种指导意义 这次是我第一次参加 因为现在其实半媒体不是那么容易 国内这些年网络各方面是非常非常的发达 一定是有很多可以借进的地方 所以对这个论坛我的期待是说 也许有那么几百几百口子人在这边 可以撞击出一些新奶地儿 为这个媒体将能够更大放光彩 来自澳门的媒体人林宝华告诉记者 世界华文传媒论坛每一年的主题都不同 十分丰富 这次也期待可以在大会上与前辈们交流学习 林宝华指出 如今海外华文媒体的影响力在逐步提高 报道读者喜闻乐见的新闻是报社的生存之道 在刚刚过去的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典活动中 澳门日报多名记者前往活动现场 开展了采访工作 报道受到澳门读者的欢迎 今年除了是澳门回归20周年以外 还是我们国家的70周年的国庆 澳门居民对国家的70周年的国庆活动 他们的反应都是很好的 因为我们都采用了整个版面的报道 除了澳门的管理团以外 还有大型的活动 他们都很喜欢看 据了解 在本节论坛中 来自五大洲61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多家华文媒体的高层人士 中央有关部门官员 中央主要新闻机构 及国内有影响力媒体的负责人 将齐聚石家庄 大会规模达到600人左右 众多海外媒体人也为大会送上祝福 世界各地的传媒人非常感谢这个平台 第二个就是衷心祝愿 这个第十届世界华文传媒论坛 能够圆满成功 我就希望这个传媒大会成功 而且能够继续发展下去 我觉得每次回来都是像回娘家一样 非常开心 也希望在这个论坛上能听到新的声音 学习到新的经验 还是祝大会成功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del生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栏目